10月12日,2024年最值得期待的C2023A3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最接近地球 将于当天傍晚现身天空 彗星由太阳系形成初期留下的冰冻气体、岩石和尘埃组成 有时被形象地称为脏雪球 其结构主要包括绘合、绘发和绘尾 其中最为壮观的绘尾又可分为离子尾和尘埃尾 这个彗星它是绕着太阳运转的 它在向太阳运行的过程中 太阳风和太阳辐射压会把绘发挤出一条背向太阳的巨大的尾巴 这个就是绘尾 离太阳越近,绘尾越大,彗星也就越好看 像离子尾的话,它是直直的 它是一条笔直的 然后像陈埃尾的话,它是有一定弧线的 离子尾就比较偏蓝 陈埃尾的话是基于它反射的太阳光显示的颜色可能会有不同 在200年以下的叫做短周期彗星 有一些短周期彗星我们可能比较熟悉 比如哈雷彗星 C2023A3彗星于2023年1月9日 由中国南京紫禁山天文台 虚拟观测站最早发现 其在近抛物线的椭圆轨道上运动 运行周期约6万余年 C的意思就代表它是一颗五周期彗星 或者是周期超过200年的彗星 字母后面接的就是发言彗星的年份来 然后最后一部分这个字母加数字的组合呢 这个大写字母它表示彗星被发现的时间 以半个月为单位 C2023A3它的名字就是 这是一颗2023年1月第三个被发现的五周期或者长周期彗星 彗星基本上在最亮的时候都是离太阳最近的时候 理论上讲它的亮度绝对性能化应该到一等上限 专家介绍 12日晚该彗星将在日落后不久的西方低空出现 但肉眼观测窗口期大约只有10到20分钟 而后几天 由于该彗星与太阳的角距离快速增大 将迎来最佳观测期 10月中旬前后 此时它是一颗昏星 在太阳落山以后的西方地平线附近出现 然后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它离太阳越来越远的话 这个彗星的高度也会越来越高 它最好戴一个双头望镜 然后提前通过各种的软件 查好彗星的位置 然后有目的地的进行寻找 古人曾将彗星称为哨把星 意味不祥制造 随着科技不断进步 人们对彗星有了更深的了解 这些来自太阳系的礼物 也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随着这个天文学的发展 我们也观测到了越来越多的彗星 也知道它跟这个灾祸一点关系也没有了 甚至说每年固定发生那些场流行雨 其实大多数都是彗星回归的时候 抛离的这个物质引起的 但是这个只是太阳系的 彗星总数的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 对彗星进行探测 进行采样是比较有价值的 它有利于我们了解太阳系 早期的一些发展